第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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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Jackie My dear, 怎樣? 沒事, 你挺好嗎? 挺好啊, 你對今天的正道有什麼看法? 我只想說這件事 好啊, 你說來聽聽 牧師說承諾同承諾者那時, 他是指什麼? 承諾者即是那些答應 在矯納十分之一之外 還定期按他們的收入百分比做樂意捐 以此培養他們的信心的人 那只是矯納十一就行了? 那不夠的, 按馬拉基書三章八到十折 兩樣都是上帝所要求的 缺乏了其中一樣都是奪取了他的東西 哦, 是這樣? 那有什麼分別? 十一的百分比是由上帝所定的 就是百分之十 另一個就是他讓我們自己去定的 另一個百分比作為承諾 我了解 另一個區別就是文數記那裡說 十一必須是用在辦理會幕的事上 奉獻就是用來涵蓋 將福音傳遍天下其他必須的支出 明白了 你問來做什麼?有什麼不妥? 沒有, 只是有時候我覺得 上帝呼召我要有更多信心 去成為承諾者 這些會幫助我按上帝所賜的福分 定期繳納十一 不是餓我的意思 不是照自己所受的感動 對項目的喜愛 還有只是特別提倡的時候 而是他每次赤福我的時候都奉獻 哇!你真是講中了 好啦!我先走了 很高興你和我分享這麼多 沒問題,你隨時找我吧 好啦!拜拜! 好啦!拜拜! 要成為承諾者 是以財物和一切初熟的土產尊榮耶和華 那你的倉房就必充滿有餘 你的酒渣有新酒迎日 這個是記載在針言三章第九至十節的 當你聽從上帝的吩咐的時候 就讓祂的話充滿你的生命吧 讓我們將上帝永遠放在第一位 在20次經典四高っぽ子 幸療之戀 快樂那天 kilka Julie